应大家要求,我们今天就来煮一个鲜腐竹 肉脂豆腐杂菌煲 全部都是素食者对的 腐竹跟在香港街市买到的一模一样 哇,大家看看,已经煲烂了 嗯,煲出来很漂亮 Hello,大家好 好,很多人PM我,走到巴巴,常常煮肉 那我的素食人士搞不定 那好啦,应大家要求,我们今天就来煮一个鲜腐竹 肉脂豆腐杂菌煲 我今天连调味料,全部都是素食者对的 材料有鲜腐竹、杂菌、冬菇、肉脂豆腐 还有素食的蠔油和菇粉 那好啦,我们现在先打开鲜腐竹 看看它里面先 那里面首先有个胶袋盖住 那它全部都急凍了 所以我昨晚就已经在冰箱拿出来放在楼下 这样一包这样 如果大家可能还要做多一点点 因为我昨晚放在楼上,好像熔雪就不太够 咦,都可以挽开,都可以挽开 这样就一层一层撕下来 如果一包这些呢 我们一加三口,我就觉得吃不完 所以我可能留点,待会来煮糖水也好 我试一下,烂不烂 那我们就拿四块 其他呢,我们就留下来 这个,煮糖水 都挺靓仔的 它都厚厚的新的 我们现在直接,就一开二了 因为它都挺大块的 它曾经都冰过的 那应该可能我们都会出一出水 去了冰味 接着呢,菌类呢 我已经有点切了的 那这个鸡腿菇呢,我就现在顺便切了 如果想好看些切直条 那其实这里呢,我是半盒的 因为昨晚呢,我已经吃了一些 我知道如果今天是煮这个这么多 即是四条呢,吃不完 那我分两餐吧 冬瓜啦 我说最方便的,我不批的了 直接剪掉它 即是如果有时英国买的冬瓜很大 那我通常就分两餐 一餐就用来煮汤 另外一个呢,就像这样,用来煮菜 切了个鸡腿 那这里呢,就厚身一点 半寸的大小,大家预计 OK 材料呢,准备好了 那我们现在切完个肉脂豆腐 这样肉脂豆腐,容易处理啦 这样就直接中间切开它 一蹬出来,容易蹬一点 咦,也不是,要先剪掉这个 分平它 这样就切 OK,搞定了,材料已经 那我们这个呢,是没有姜葱蒜成份的 全素嘛 这样就铺上了,好看 这样就准备好了 那好了,我们第一步呢 我们就出了水先 那我们的水就不需要太容易 其实过一过它就OK 因为我怕呢,如果煮得久呢 它会散 现在呢,煮了这样大约 一分钟这样,我就拿起来 那我们呢,首先第一步呢 下油,接着呢 煮了个冬瓜先 因为冬瓜呢,最硬的 这样就要炆軟了 煎一煎它之后 可能会加些水呢,慢慢炆 然后呢,我们就 加些水 那大约浸过这个面 就可以了 那我们呢,冬瓜如果这样煮呢 可能没有底味 那我们呢,就用回 我们的液菇粉 加一点 那我自己也是第一次用的 给它一些底味 它有一股菇味 那其实 它的味道也有少少像鸡粉 但是它是菇味重很多 如果喜欢吃冬菇的人呢 应该都对 那在这里这样炆它 炆軟冬瓜先 因为其它 所有材料呢 是冬瓜最难淋 那我们现在就 炆一炆它 那好了 现在呢,大家看到了 有少少开始透明 就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待会再炆 那我们现在呢 就先倒起冬瓜 那些汤呢,我们都不要倒 那些汤呢,我们都不要倒 那现在呢,就 抹干净它 那下一点油 那我们炒香的菇 那有鸡腿菇 和这种白色的菇 那我一次过都放进去 那它会缩的 不要以为太多 其实呢,都是把材料各样 拌下拌下拌下 这样,最后就 合在一起 下一个芡 就OK了 其实肉脂豆腐 在尾上也是滚一滚就OK了 我这次就不煎它了 那待会呢,我们就会 用那种素蠔油 我加了一些生抽和老抽 那我会加一些水呢 来拌一拌一些菇 那但是呢 我就不会下那个菇菌的了 因为呢 我会用回冬瓜那些小小的水 那我就会拌匀 在这里先 加了一点点糖 现在见到这里差不多呢 那就可以加冬菇 加冬瓜 冬瓜 那些水就不要全部下了 不要全部下了 再留一点 因为如果你太多 就 没那么容易控制 那因为我们就 尝尾都会打回牵羞汁 那我们教细这个火 那我们先试一下 先试一下 嗯 我觉得可以加多一点点菇粉 我想那个菇味再重一点 那现在的冬瓜呢 已经差不多淋了 那我就要加另外那两个材料 好了 枝竹啦 先下个枝竹 先 让它吸一吸汁 然后呢 就是肉籽豆腐 那还有呢 我们准备了一个煲 沙煲 那我们呢 都要准备了 那在尾上 好看一点 那现在还可以拌一下 嘛 拿肉籽豆腐呢 就要小心一点 那我们呢 就开大一点点火 那这边呢 沙煲我都要加一点油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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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籽豆腐现在可以拿了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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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得要小心一点 如果呢 这个时候有盖子呢 可以盖上盖子 小火一点 那我们是有盖子的 那我们盖上盖子 烤它一会儿 那现在我们准备生粉芡了 我们开盖子了 如果这里呢 大家喜欢吃 好像这样 就是汤没那么弄 那其实现在的时间是OK的 那我试了味 那我给了生粉芡 我喜欢吃稠一点点的汁 现在大家看到了 那我就要移一移位 和沙煲 那大家就 放進去,快一點點 其實已經是超級漂亮 好了,完成了 樣子真的很漂亮 現在我們試試鮮腐竹 真的很久沒吃過 腐竹跟在香港街市買到的一模一樣 很好吃 試試鮮腐竹 雞腿菇不能輸 我很喜歡吃的 試試玉子豆腐 很滑 我連英國這麼久都沒有買過 它很滑 冬瓜也很滑 好吃 剛剛好 即是廚師級的級數 但這個腐竹真的很厚 很好吃 好了,吃完飯 飽飽的 剩下腐竹 當然要煮糖水 我們來英國這麼久 煮腐竹糖水 我相信是六、七次 只有一、兩次是成功 煮得爛 每次都炒車 買了腐竹回來 都是煮不爛的 有些朋友喜歡吃不爛的腐竹糖水 但我一定要煮得像豆漿一樣 這次呢 我們用了餘下腐竹 看看它煮不爛 直接拍片給大家看 大家看到 攀水是冷的 那我就冷水下了 我經常有一個疑點 就是 其實腐竹糖水乾的 是冷水下還是熱水下 上網看 各樣都有人說 那我這次就不理 冷水下 那我就買了一些 壓果去剝殼 那我就放進去 其實我不吃 但是不知為何每次都要下 那現在開火了 那直接 那些腐竹呢 就這樣撕開它 放進去 看看它煮不爛 我剛才吃了三塊 那現在這裡都有六、七塊 那我現在就蓋上去煮它了 現在煮滾了 我很八卦 想搖一下它 那它已經軟了 那我現在看它的質感 其實呢 九成九都煮得爛 它是很軟很軟的 那我們再烤一下它先 現在這個呢 是煮了大約五分鐘的效果 那大家都看到它已經爛爛的 那我再煮多它 20分鐘 看一下 哇 大家看一下 煮了一陣 已經煮爛了 那我會煮多一陣 剛才呢 可能呢 我拿了太多腐竹 那我會覺得 原來它半包的份量呢 可以再煮多一點 那我加一點水 因為太稠了 那現在已經加了水 那它再煮起了 那我相信 它再煮五分鐘 就已經可以加糖和蛋了 糖一定是加冰糖 雞蛋呢 有些人喜歡吃整顆的 但我真的接受不到 我就喜歡發紋下去 大家可以看一下 腐竹糖水呢 已經煮好了 如果大家呢 很喜歡吃腐竹糖水 但是 在英國買的腐竹 經常煮不爛 可以買這隻鮮腐竹 我覺得 真是推介 你看 是很漂亮的 煮到 關火 搞定了 那我放蛋 我喜歡蛋是這樣放的 我從小到大都是這樣的 但是朋友呢 喜歡一隻隻的 搞定 吃得 糖水呢 已經煮好了 已經 大家看看 嗯 很漂亮 那我先吃一口 試一口 很公道的說句 它剛才煮的 它的味道 就是鹹食 這樣說 它的豆味很出 一塊塊吃 但是如果在煮糖水來說 它的味道還差一點 但是 它煮得爛 很容易煮爛 而且它又不貴 它一包都是四磅幾 你可以分到兩次煮糖水 我覺得都很划 好了 今集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裏了 上去看看有什麼適合 買 啦 很油 好 我們進去 我們在煮糖水 我們在煮糖水 沒了